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盧比奧參議員 和來自德薩斯州的科齡參議員 重新推出了基因組和加強國家安全法 簡稱基因法 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 在6月6日發表聲明說 中國共產黨一直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 帶肆收集美國公民的基因組數據 美國必須提高本身安全 來避免承擔這些數據 容易受到國際影響傷害的風險 科齡參議員在聲明中說 太長時間以來 中國收集美國人的醫療保健數據 但是就根本沒有受到充分審查 這項立法將會正視這個國家安全威脅 並確保個人私隱的基因資料 不會落入壞人手上 來自中共的威脅 顯然與中國基因科技界的龍頭企業 華大基因有關 早在2021年2月 美國國家反間諜安全中心 NCSC 就發表報告警告說 中共正在收集美國基因數據 並表示 相關行為已經對美國人的個人私隱 美國的經濟 以及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美國國家反間諜安全中心 在報告指出 隨著COVID-19疫情向全球擴散 中共政權向世界出售中國出產的檢測試劑 華大基因說 截至2020年8月 已經向全世界180個國家 銷售病毒檢測工具 並在18個國家 車立病毒檢測室 報告表示 這些活動 將會有助於中共當局 收集外國人的基因資料 華爾街日報在2021年的1月報導表示 在他們聯絡到的美國所有50個州份的衛生部門 至少有11個州份表示 收到華大基因生產的檢測試劑盒 或者是檢測實驗室的行銷資料 華大基因 試圖推動相關產品 將入由政府營運的實驗室 或者是建立整個實驗室 一直追蹤華大基因的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 華大基因擴大市場份額 不是為了經濟利益 而是為了獲取數據 華大基因在1999年創立 總部位於中國深圳 根據今年3月底發表的2022年報告 華大基因的業務 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 在歐洲、美洲、亞太等地區 合作的海外醫療和科研機構 超過3,000間 在中國境內 覆蓋2,000多間科研機構 和超過2,300間醫療機構 因此華大基因 被稱為中國基因科技界的華為 實際上早在疫情之前 華大基因 就對向美國人進行基因測虧 表現出持續而且強烈的興趣 根據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UFCC 在2012年2月的報告 中共一直試圖獲取美國人的生物數據 其中包括利用華大基因 收集美國人的基因 多年來 華大基因 和美國的科研機構 醫院 和影響力巨大的基金會 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獲得研究美國人遺傳數據的機會 甚至還拿到分析美國人 基因數據的官方牌照 華大基因香港實驗室 分別在2015年和2017年 拿到美國病理家協會 CAP的證書和美國醫療保險 及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認證頒發的GLIA執照 2021年1月 路透社通過調查 40多份公開文件和論文發現 華大基因 一直和中共軍方密切合作 路透社在報導中說 華大基因因因曾經參與中共軍方的項目 包括減少漢人的高原反應 來幫助邊境士兵 以及和中共軍事超級電腦專家合作等 2015年 華大基因 和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 還獲得一項低成本 檢測冠狀病毒的專利 專利發明人 是華大基因首席傳染病科學家 陳維軍 而陳維軍 和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有聯繫 華大基因 還有多名研究人員 和中共的國防科技大學合作 2021年7月 路透社再次報導 一項被全球過百萬孕婦使用的 產前基因檢測技術 是由華大基因 和中共軍方合作開發的 並且被該公司 用於收集基因數據 報導表示 華大基因的產前檢測 是該公司的基因數據來源 到目前為止 全球已經有超過百萬女性 使用了該公司的產前基因檢測 自從2010年以來 該公司和中共軍隊 至少發表了十幾項 關於測試的聯合研究成果 華大基因收集美國人 以及世界各國人的基因 可能的用途是什麼呢 華大基因的官方網站顯示 該公司可以提供各種全基因合成服務 包括人工設計的DNA序列 以及你感興趣的任何基因 2017年12月27日 華大基因聯合創辦人 董事長汪健 在商界精英大會 深商大會的演講中聲稱 華大基因可以在未來5至10年 化學合成任何生命 基因合成已經進入到工業化水平 華大基因已經合成了病毒細菌 乃至更大的一些酵母 汪健表示 到2020年 華大基因在兩天 就可以合成一個細菌 可以做好的菌 也可以做令人害怕的細菌 人類由冷兵器 到熱兵器 到原子彈 一定會過渡到活的武器 就在汪健這次演講的前個幾月 2017年的11月10日 中共官方的《解放軍報》 也發表過一篇題為 《基因武器如何影響未來戰爭》的文章 文章說 基因武器 就是指通過基因編輯技術 修改致病微生物的基因編碼 所造出來的新一代生化武器 將會起到戰略威懾作用 其次 華大基因還幫助中共警方建立基因庫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2020年6月發表的報告 《基因監控》顯示 中共正在大量採集DNA樣本 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DNA資料庫 包括幾千萬沒有犯罪記錄人士的DNA數據 華大基因和中共官方簽署協議 幫公安部門採集生物樣本 建立基因庫 該報告還說 中共2013年和2016年 分別在西藏和新疆 以年度健康檢查的名義 採集當地少數民族的DNA 在2017年底 這項計劃就擴大到中國其他區域 該報告發表一個月後 美國政府對華大基因旗下的兩家公司 實施制裁 理由是華大基因 協助中共監控和迫害新疆維吾爾人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本台記者易凡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